是一個對歌仔戲非常喜愛的朋友們 櫃子在一起 然後開始持續了二十年 去推動歌仔戲的傳承跟教練推廣的工作 所以這二十年來 其實他們在這個城市點點滴滴 做了非常非常多歌仔戲的傳承的工作 他們雖然不是一個職業團體 但是他們的水準相當的高 也曾經適度獲得台南藝術的表演藝術的獎項 所以他們是一個非常熱衷 而且非常投入非常專業的歌仔戲團 所以我個人是非常配合郭團長 及所有的團員們 大家這麼的努力在經營這一個歌仔戲團 台南市的歌仔戲團 職業的團體其實還不少 但是像業餘的團體 大概就只有我們鄉村歌仔戲團這一團 所以在這麼多職業跟非職業的競爭角度當中 他們一點都不蓄設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你們幾十年來 應該會覺得很嚴重的一個地方 那今年的年度大季 赤台青春錄 即將在10月11號 晚上的7點 在我們的美學館的倫力廳 要公開的聖大的公演 所以也希望說 所有愛好歌仔戲的朋友 所有支持我們鄉村歌仔戲團的朋友們 千萬不能夠錯過他們 二十多年的年度大器 大家共同來支持他們 也希望他們陪伴我們台南市的市民 走過二十年 然後又要繼續向前 往前賣 不管是二十年 三十年 五十年 我相信鄉村歌仔戲團的團員們 大家都有這樣子的一個 對自己這樣子的一個期許 所以也請各位媒體和朋友們 多幫他們宣傳 多幫他們加揚報告 也謝謝看望全議員 非常關心 我們鄉村歌仔戲團 幾點年度的公演 也協助我們團到處去募款 讓我們今年的公演 能夠順利的來開展 在這裡也跟蔡議員 跟洪律書表示感謝 謝謝今天各位媒體好朋友的理會 謝謝 今天你曾不講理喔 我享受的這個國中 這次也是文墓正常 一台演出 因為我就是主要團 所以只要是 對的東西 我就堅持要做下去 這就是一段 其實有看過我自己也知道 我都很勇心的 真的我沒有輸入 在那裡這支團 會把東西做出來 當然我也想求 有名的導演 音樂設計 這個我們都是有協助幫忙的 可是呢 最主要是 這一齣戲真的是 大部分會喜歡團團 從沒有到 一直想要把20年那個CG做好 所以以前的都是什麼 古早期 這件事 鄉村歌仔 突破的 緣青裝戲 第一次沒有用水 鄉村歌仔 第一次沒有用水 鄉村歌仔 就是這件事 這件事是用我們 台南做主題 我們去這邊看的 主要就是 你剛剛有的 我剛剛來幫我們 秘書一下 你會回來 我們台中有很多 你介紹我們台南的報紋 還有我們把 裹皮的水都在 這齣戲來表現去 所以我們也是 很希望大家可以 作為邀請 你們自己的朋友 如果是你有朋友來 你這件事 你沒拿到我們的票 你怎麼打到的 我一年裡面有 還給大家 心情介紹一下 我們真的也很用心的 這件事 所以沒有在那裡 我也是自己的目標 清風好友的目標 我們做了一份 鄉村流光耀城蝦 這三年的紀念專策 也是自己的 所以如果 電腦沒有再漂亮 就讓我們做好麻煩 我們也很用心 跟我們這幾十年 集會囉 所有 八十月份的 比例我們都有感謝 在上面 所以你就知道 通常這幾十年 有很多 所以 尤其是 真的要感謝 這二十年 是為了台南市文化 叫 鄉村流光耀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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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真的也有感謝 因為有你們的報道 所以 我們台南市 才知道我們鄉村流光耀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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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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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第一天 暗時盡量 大家 大家去生活美學館 大家去參觀 今年二十年 大家一起集體參與 的 插牌青春吧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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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